共同关注我们的新闻继续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 今天中央政法委牵头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参加的联合调查组 根据各部门依据各自法定职责开展的调查工作 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审理的陕西榆林 凯奇莱案卷宗丢失 山西王健刚与王永安纠纷案等问题的调查结果 联合调查组查明 所谓卷宗丢失是最高法民意庭助理审判员王林青本人故意所谓 联合调查组于今年1月8号成立后 对包括王林青赵巴奇等在内的相关人员逐一谈话调取相关案件 开展外围调查核实 共进行谈话210余人次 调阅相关案件上百本查询了大量相关信息 围绕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对相关案件的事实认定 法律试用和程序问题进行了充分的研究论证 对监控录像设备和运维数据等资料进行了认真核查 对有关笔录等案件材料依法进行了鉴定 认真接听举报电话 接收举报材料 接谈举报人 为最终查清事实 得出正确结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支撑 对于网传最高人民法院二审的凯奇谈案 卷宗丢失问题 联合调查组查明 因工作中对单位产生不满 2016年11月25号 王林青将临时装订的凯奇谈案复选拆散 把全部证券和拆散的部分复选材料带回家中 实际上我拿回去的目的 也是为了阻止别人来办这个案件 因为这个案子从11年立案 到16年年底已经经历了五年 在此期间 我为这个案件的审理做了大量的工作 所以我不愿意再让别人去办 并且这个案子重大敏感 标的额也很大 那么办了这个案子 还多多说说也有一定的成就感 所以从内心上 我是不愿意让别人办 所以我拿卷的目的 就是一个是为了泄愤 一时冲动 另外一个就是为了阻止别人去办这个案件 王林青向调查组讲述 其拿走案件材料时进行的挑选 将单位不能复制或者没有备份的 都留在了办公室文件柜中 因为证券的材料 我们可以通过复印疑神券中 而且证券的很多材料本身就多份 可以重新再组成 补出一个证券来也很容易 那么我之所以把复缘中那些非常重要的留下来 就是因为我还不敢把那些非常重要的东西拿走 所以心里还是多少有一种胆怯 所以把那些不可复制的材料 我又给留到了办公室里面了 2018年8月 以不适合议庭成员的王林青 谎称经庭厂程某某同意 从书记员李某某处骗取的案卷复卷 并用手机偷拍了部分材料 通过微信发给赵巴奇 2018年12月28号 崔永元将相关内容在互联网上发布 对于凯奇大案的审理问题 联合调查组经审查认定 最高法终审判决将暗设合同性质 认定为合作勘查合同 并认定合同有效是正确的 认定西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 违约并判立其承担违约责任并无不当 判决驳回凯奇莱公司 要求转让探矿权等其他诉讼请求是正确的 联合调查组同时还认定 最高法鉴于凯奇莱公司 坚持其继续履行的诉讼请求不变 而做出继续履行合同的判决有相关 法律依据 对于王林青在视频中反映 最高法院领导过问案件办理问题 联合调查组指出 最高法院领导根据有关法律和规定 对凯奇莱案这类重大复杂案件 加强了审判管理和监督 对于王林青视频反映的另一起案件 山西王健刚与王永安纠纷案 联合调查组经审查认定 最高法二审判决 对双方合同性质和效力的认定正确 但在经营利润的认定和计算上存在瑕疵 联合调查组调查发现 在山西这起案件中 最高法监察局原副局级监察专员 颜长林涉嫌接受当事人请托 通过打招呼等方式过问案件 但不存在对王林青打击报复问题 王林青多次表示 颜长林过问案件未影响自己对此案的办理 关于王林青在视频中称 应讲课受到处理的问题 经联合调查组调查 王林青违纪问题是最高法监察局 在对其他人员涉嫌违规办 培训办调查过程中带出来的 起初并不是直接针对王林青进行调查 后查明 王林青存在违规参与盈利性活动行为 最高法一规一计 对其做出的党纪政绩处分是恰当的 关于王林青在视频中反映 不推荐其参评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 是对其打击报复的问题 联合调查组调查认定 不存在这一事实 经查 2016年11月 王林青参评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时 因为此前在干部档案审核中 被查出16处图改个人档案 将出生日期从1972年7月 改为1974年7月 受到介面的组织处理 从而没有被推荐 对于网络热议的王林青 未进入最高法院原额法官序列问题 经联合调查组调查 2017年和2018年 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开展了 两次原额法官临选工作 王林青所在的民意庭领导 曾做过王林青思想工作 动员其报名 但王林青应对单位抱有成见 均未报名 目前联合调查组 已经将调查中发现的 王林青涉嫌非法获取 故意泄漏国家秘密犯罪线索 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将严长林 涉嫌违规过问案件 违纪违法问题 移交纪检监察机关 立案审查调查 联合调查组同时指出 最高法存在内部管理不规范 保密制度落实不到位等问题 并责承最高法 并责承最高法进行认真整改 请申请不吝张